哈囉大家好我是林軒 如果有在關注我的朋友應該都會知道 我不久前開始戴了隱形牙套 一直到現在我大概已經戴了三個月的牙套了 這段時間也算是小有心得 所以我想說就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戴隱形牙套的優點跟缺點 這支影片主要只會講優點的部分 缺點的部分我會另外再錄一支影片 到時候我會放在右上角的資訊卡 還有影片下方的說明欄 那我戴的是SOV數位隱形矯正 就是透明牙套 我自己本身就比較想要戴透明的牙套 然後我自己也有上網做一些功課 查一些資料跟詢問身邊的一些朋友 不管他是戴傳統牙套還是透明牙套 我都有去詢問過 在經過各種的自己的評估 我最後就選擇了SOV 但是不管是戴哪一種牙套 其實都有自己的優缺點 好那我們就直接進入主題吧 隱形牙套的第一個優點就是美觀 我相信大部分人會選擇戴隱形牙套 都是因為他很不容易被看得出來 所以如果我不跟你說我戴牙套 其實真的很難被發現 我戴牙套這件事情 我現在其實是有戴牙套的狀態 右邊上面這顆虎牙太明顯 所以他現在這邊有拉一條橡皮筋 主要大家會比較明顯看到 是我這顆虎牙上面這個銀色的這個東西 因為我虎牙是為了要讓它拉下來的關係 所以才綁一個橡皮筋 那我昨天回診的時候醫生也說 我虎牙的進度下來的蠻快的 那如果接下來進度都還不錯的話 我之後銀色這個就會拿下來 那就會跟一般的牙齒一樣 那通常會選擇戴隱形牙套的人 通常就可能你是 那我自己本身也有這方面的考量就是 因為我常常出現在鏡頭前面 然後我又還蠻常跑來跑去的 隱形牙套對我來講應該會比較合適 然後在一些社交場合的時候 也會比較有自信比較敢笑 因為其實聽過蠻多 有在戴傳統牙套的朋友們 他們自己也說他們在戴牙套的期間 不太敢開口 就是比較愛漂亮的女生 有大笑之類的 但隱形牙套呢 就比較不會有這方面的問題 第二個優點 就是它相對的會比較不痛 比較舒適一點 但是呢 也不能說隱形牙套 它是完全不痛 沒有感覺 你每次再換一副新的牙套的前三天 你都會覺得牙齒很緊 尤其是第一天 甚至到很痛的地步 但是跟傳統牙套比起來 真的相對的舒適蠻多的 這個牙套 它是照著你的牙齒的形狀 然後再評估一下自己戴的新牙套 就覺得自己好像沒有它們那麼的痛苦 第三個就是 什麼 什麼東西都可以吃 沒錯就是我覺得隱形牙套最大最大的優點 因為隱形牙套它是可以自己拆下來 然後帶回去 所以其實你把牙套拆下來的時候 就等同於你沒帶牙套是一模一樣的 就什麼東西都可以吃 你不用怕吃東西然後卡在牙套裡面 或是你不用怕吃咖哩 然後牙套會染色什麼的 只要你是在沒有戴上牙套的狀態 你就是跟一般沒有戴牙套的人一樣 就是什麼東西都可以吃 那唯一我覺得有比較受限制一點的 就是你可能在剛換新牙套的前一兩天 牙齒特別酸的時候 你可能在咬比較硬的東西 像牛排啊或巴辣那種東西 你的牙齒就會稍微比較酸軟一點 但是還是可以吃走 就不會到我真的完全不能吃的地步 因為最近啊我的好朋友溫泉 他就是也開始在戴牙套 那他戴傳統牙套 那我記得他剛戴牙套的第一天第二天 他跟我講說他連蒸蛋咬下去都超痛 我沒有辦法體會他的感受 所以我不知道 但是聽他們形容好像剛戴的前幾天 就真的非常非常多東西都不能吃 然後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我剛戴隱形牙套的第一天 然後其實那天真的蠻痛的 我就把牛排切得很小塊很小塊很小塊 然後慢慢吃 因為我那時候以為戴隱形牙套完全不會痛 那我錯了 還是會痛 所以我那天要去吃牛排 很白癡 但是經過了第二天第三天之後 就是真的什麼都可以吃了 吃的東西就比較不會受到限制 但是其實說要吃東西 戴隱形牙套呢 在這方面也有一些缺點 跟比較麻煩的地方 那這個部分呢 我會放在下一支缺點的影片裡面 大家也可以點下面連結去看 第四個優點就是 比較好清潔 就我上天有講到 因為它把牙套拆下來 它就是跟一般的牙齒 一摸摸一樣 清潔牙齒的時候 你就是跟你之前沒戴牙套的時候 刷牙是一樣的道理 但是我開始在戴牙套的時候 是多了一個步驟 就是我會每一餐吃完都用牙線 但其實呢 用牙線是不管你有沒有戴牙套 都一定要使用的一個習慣 我之前在沒有戴牙套的時候 其實都常常回去洗牙 就被非常多牙醫師警告 就叫我一定要用牙線這件事情 但我之前就一直覺得 喔 用牙線好像不會 也不會怎麼樣啊 因為反正我每天都有刷牙嘛 後來呢是因為真的戴牙套之後 就不得已每一餐都用牙線 那一刻起呢我才真的發現 就是你的牙縫真的很會卡一些 你刷牙刷不掉的食物 就覺得很可怕 難怪之前醫生都叫我用牙線 在戴牙套之後才發現這件事情 比較麻煩的部分就是可能之前 都是只有早晚刷牙而已 但是現在就變成說 你只要吃完東西就要刷牙啦 傳統牙套的人 因為他們是直接牙套黏在牙齒上面嘛 所以他們只要吃完東西的時候 他們可能就還要清那個牙套裡面的縫 還需要用到牙尖刷 比起傳統牙套 隱形牙套的清潔會相對方便很多 第五個優點 回整的次數比較少 隱形牙套的話呢 它基本上六週一個半月回整一次 那因為我昨天才剛回整 每次回整呢我們就會拿到一個小盒子 它裡面呢就會裝三副牙套 然後每一副牙套呢是戴兩個禮拜的時間 所以這個兩個禮拜兩個禮拜兩個禮拜 就等於是六個禮拜 然後上面都會寫換牙套的日期 所以你就是每六個禮拜然後回整一次 好的以上就是我戴隱形牙套這段時間 我覺得它的優點 那我現在大概三個月的時間 已經是我第六副牙套了 其實牙齒也蠻明顯有改變的喔 直接看虎牙的部分其實跟之前比起來 我之前只要微笑虎牙這尖的部分就會露出來 但我現在就是 只有那個銀色的東西露出來 因為我有拔四顆牙齒嘛 所以拔牙後面的牙齒就往前 然後拔的牙前面的牙齒就往後 所以明顯感到就是 牙縫有開始在變大的部分 就是牙齒真的有很明顯在移動了 那當然的隱形牙套不是只有優點啦 也是會有一些缺點 跟這段時間我遇到一些比較麻煩的狀況 跟不方便的狀況 那大家都期待我下支影片囉 那如果你有任何關於牙套的問題的話 也歡迎在影片下面留言給我 因為這段時間我還蠻常收到大家的私訊的 有問一些牙套的問題 那其實大家問的問題其實都差不多啦 我就想說之後再做一集 就是專門for牙套的QA 主要這兩支影片還是在講優缺點的部分 那還沒有訂閱的朋友呢 也可以按訂閱跟小鈴鐺 然後呢你也可以去追蹤我的IG 我的IG裡面呢也會記錄我的一些牙套日記 那大家都期待下支影片吧 我是明顯 下次見 掰掰 CP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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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B FELCS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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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大家分享 아이� eh